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聊一聊全新的現代Ioniq 6電能車 在現代T車推出Ioniq 5一年多後 近期現代汽車正式揭曉了全新電動車 Ioniq 6 吃款車是在2020年的時候在日尼瓦車展已經有亮相的概念車 維林桿來去打造的 採用極為流線的設計 大幅度的提高了空氣力學的表現 這台Ioniq 6已經是Ioniq專用電動系列的品牌中的第二款車型 現在汽車官方有表示 預計這台首發將在本月舉行 屆時將會展出全部的規格 包括電動的流線造型以及功能以及先進的技術 大家可以看到Ioniq 6受到了概念車的一個啟發 全車與超限時的極簡線條 其實純粹的空氣力學形式 展現屬於現在的電動車時代的創新輪廓 也由於Ioniq 6的超流線型的一個設計 讓它的風阻係數可以來到了最低的風阻係數 來到0.21 在內端設計部分 此次的設計主軸 主要是以一個舒適且隱蔽的空間來做規劃 使用了非常多注重環保的一些材質 還有可續性的材料來做打造 而全新的模組化控制螢幕 整合了12吋的數位儀表與12吋的 中央全觸控的螢幕 以駕駛者為中心的一個內部架構設計 提供了符合人體工學的一個設計的介面 而且減少了分金而且兼具安全 這是一個非常直觀的一個駕駛導向 而此次的設計不管是出現在前大燈 或者是後觀認識尾燈 我們都可以看到 前前後總共加有700多個設計 讓駕駛者跟乘坐者 能夠在潛移模化當中 強化了Ioniq的身份的一個象徵 雖然車體的造型過於流線 但也多過於1GNP平台 讓車內的空間極度的寬敞 能讓後排的乘客在車輛的行程當中保持最佳的一個舒適性 至於動能的相關細節 則必須要等待發表後 就在本月份 應該就會公佈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韓系的大廠 在近期的一些動能的車輛設計上面 不管是在外觀以及內裝的部分 都已經慢慢在接近這一些 歐系或是德系的一些設計 在這個傳電的時代 真的感覺上有點像在重新洗牌的樣子 希望各位今天的分享 大家會喜歡 記得訂閱按讚喔 See you next time 字幕視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ll see you next time We'll see you next time